Hello 大家好 我是温哥华专业地产顾问 Pansy 我之前都一直介绍很多 townhouse 或 condo 的 pre-sale 给大家 今天我在 Richmond 介绍一间全新的独立屋 可以给大家看看现在的独立屋的设计和价格 这间屋的 location 其实就差不多在 No. 5 Road In Between Canby 和 Westminster 其实 location 都很方便 现在都愈来愈多人喜欢这一边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进去看看 这间屋有什么漂亮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间 3000 呎屋 差不多 6000 呎地的屋 我们进来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它全部的地下 都用了一支很漂亮的瓷砖去做 看上去很高级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位置 它就当是一个 living room 这样去做 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 family room 可以看电视 然后旁边这里有一盏灯 就是给大家摆个食饭桌 可以看到它全部的模型位置都有设计 亦都用了很多 spot light 它这个 high ceiling很高 所以整间屋很光亮很阔 但是可能你会想 为什么3000 呎屋 好像比起其他那些有点窄 原因是因为它这一边 其实有一个 legal suite 即是一个一房的出租单位 即是如果你不需要那么多 space 可以出租给租客 那你就可以帮补一下你的 mortgage 这个 legal suite 我稍后片尾才会再和大家 因为我想大家最有兴趣 就是这间 main house 我们可以进来这边 它除了其实这间屋上面有四间房之外 这里也有一个它叫做media room 因为它设计到你可以在这里看电视 而且它也有一个 wet bar 即是说你可以用来喝东西 和朋友在这里聊聊天 这个叫flex room 其实它这边也有个closet 这边也有个closet 有点贵 所以即是说如果你真的有朋友要来住 都可以利用这间房去做一个bedroom 所以可能你问如果朋友来住在哪里洗澡 就是一间有个laundry room 我都可以给大家 那里有个shower的位置 我想它是给这个 如果有人在这里住 你可以在那里洗澡 其实对着这里有一个storage 这个楼梯底storage 都很common 它这里有什么好呢 就是它的机房 它藏在这里 不知道你们听到有些声 因为机房的管 其实有些声 它放在这里 就没那么吵 因为这间房子就有冷气 地下就是地暖 所以现在全开了 很舒服 因为现在的天气都很冷 入到来很舒服 很暖 过来这边就是一个 刚才我说的电视厅 它这个电视架也包在这里 就是在这里看电视 我想梳化也放在这里 这里也继续是high ceiling 所以感觉是舒服的 另外一个我看到的 你看到这里有三个 好像窗 通常就是一个窗 但原来这里可以全开 示范一次给你们看一下 不难开的 很容易开 它可以全开 唯一一个 它的不好处是开到这么大 你怕可能有蚊子 或者有些东西飞进来 但是这个位置出到来 就很开放 你会看到它的背包也很大 因为始终它是一个 6000尺的窗 你在外面看回来 其实它很阔落 如果你在这里夏天的话 开着窗 坐在这里 或者你甚至是 跟朋友开派对 在外面BBQ 那你就很方便 一大班人在这里很开心 出出入入 我觉得这个设计是很好 很好的 关闭其实也很容易 它这里是上面 上下锅 这里上下锅 然后这里又锅 当然现在冬天就关闭了 但是这个是一个选择 我觉得很好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 open kitchen很大的area 这里也有一个 其实你可以放一个 外国人喜欢有一个eating area 就是可能你放一个小小的bar table 在这里吃早餐 然后它也有security system 包了security system 就是前后你如果有人来 你都会知道 首先我们讲了这个冰箱 这个冰箱是42寸的 Miller的品牌 它这个和那个oven 都是用这个高级的品牌 它这么大的大 这些柜桌子 这些柜桌子一定不够用 这些就有柜桌子 这个island 你可以放东西 雖然沒有設計,可以坐在那邊,設置一張桌子 這裡只用來擺東西,做東西吃,準備菜 這邊是一個重新的位置 然後在這裡洗東西,做東西就看著一個後座 它的位置,整個countertop都很大很漂亮 很闊落,很夠用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電的爐,五個爐頭 然後就有一個大的抽油煙機 下面的櫃也很大,所以這個可以 之前說過,它的焗爐是用Mirror 它就放了焗爐在這裡 然後這裡迎合中國人 它就放了一個walk kitchen 這裡就是一個綠頭的gas爐 在這裡炒菜、炒菜 這裡也有多一個雪櫃 在這裡給你裝一些所需的東西 然後洗碗在哪裡呢? 洗碗它設計在這裡 就是所有比較髒、油煙的東西 你就放在這裡洗,一個大聲 因為它的洗碗機 就放在walk kitchen裡面 所以這個walk kitchen 除了煮食、洗碗 它也有很多櫃可以放在這裡 可以讓你放東西 它的叉油煙機 你看到它也是用這些很厲害的walk 給你真的用來炒煎炸 你就在這個walk kitchen裡住 就不會搞到整間屋有臭味了 現在我們可以上去看看 上面的四間房 這裡我們上去樓上 可以讓大家看看它的樓梯 它的燈都做得細緻 每隔一級都會有樓梯燈 如果你晚上要下來就不用開大燈 只是開這個樓梯燈 你就可以安全地下來了 上來這一層二樓 它就會用完一些carpet 全部都很fluffy 然後你會看到它的廳 其實很高 而且它用完的燈 全都是水晶燈 顯示到它是一個比較luxury的新屋 上來樓梯這邊 這邊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的尺寸是很長的 闊度也夠你放一張king size bag 加床頭櫃是沒有問題的 非常闊落 它也有上面的燈 做了一個設計 有那些燈在那裡 你晚上只開這個燈就很漂亮 加上它也做了一個電鍵和電鍵 如果你在那裡晚上 可能可以兩夫妻在那裡看電視 這是主人房 它會做了一個尺寸 我覺得不錯的walk-in closet 來吧 它的櫃子已經整好給你了 亦都加了一些鏡子 所以可以換完衣服馬上照鏡 這邊就是一個洗手間 它有啤酒漆 還有一個full size shower 它有普通的shower head 亦都有一個rain shower head 這裡也加了一排櫃 可以用來放多些東西 就是香水 如果有奶油在那裡 因為它那塊鏡子 就沒有medicine cabinet 它就是一塊鏡子 所以擺東西就會放在這邊 現在這個house house是double sink 下面有棍櫃 就不是黑廁 有窗 可以開透氣 這個大一點 你看到它的商人座位 即是兩夫妻可以在那裡 一人坐一邊浸浴在那裡按摩 所以它要有的東西 它都有在那裡 另外一個 這個master bedroom 有就是一個balcony 它的balcony 地都鋪了給你 所以你不怕 有些醜醜的跡 它的尺寸是長的 它有一個電鍵 有需要就可以用 這個算是闊落 我覺得 然後看回到backyard那邊 大家不知道聽不聽到飛機聲 因為其實這邊 這邊是有飛機航道 即是近一點的 有些人會不喜歡 但現在人們都不介意 因為這區其實很方便 去面都很方便 我們展示完 這個master bedroom 我們就可以展示了 另外的三間房 這間屋 所有房間都是套廁 有兩間房間是jack and jill 即是share 第一間房間有一個jack and jill 就是這間房間 你會看到它的size 其實是很足夠的 即是for kids也好 adult也好 都已經很足夠 很大的 它又有這些outlet 讓你開來看電視 所以又是 King size bed 沒有問題 這個King size bed 完全沒有問題 你看到它 放在那邊 它放在床頭櫃的style 即是它做了這些特別的design 就不是這樣一幢牆 衣櫃呢 衣櫃就會在這裡 它的size 就不是很大 一般 可能有需要 因為房間夠大 可能你在其他位置 自己多加幾個drawer 這樣也夠的 因為很多時候 2nd bedroom的closet 不會是很大 然後這邊 就是剛才我說的jack and jill 是sharing 和旁邊的房間share 這間洗手間 我覺得比較細 它是窄 少少窄 因為它又有兩道門 在這裡並辦 一定要先關 這個 它有一個sink 然後它有一個shower 也有rain shower 亦有spotlight 所以雖然它小 但是設備 也算是齊全的 我們這裡就可以 去到另一間房間 設置其實是 一模一樣 除了床頭的位置 設計 設計 所以尺寸是一樣的 連那個closet 也是 跟旁邊的mirror 所以 都是尺寸 你看到這裡的 hallway 外面 全部都是一層 都是spotlight 所以這間屋 是舒服的 光猛 而且 它的色 又淺色 拍到整間屋 都很舒服 這邊 就是最後的房間 這間最後的房間 也是一個套房 是私人的 我們入房前 它有closet 就放在這裡 尺寸也是跟剛才那個 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要加櫃 一定要加櫃 但幸好它的房間 全部都很闊落 所以不需要怕 沒有位置放其他東西 這間房間 更加光猛 因為剛才那兩間房間 是對著旁邊的房間 這間房間 是對著前門的 所以它更加多natural light 尺寸跟剛才那個大 差不多 大小小可能大小小 但是它有一個 很open的景點 這邊 你也能看到它旁邊 也是做了一些設計 每間房都有的 它有一個私人洗手間 這個私人洗手間 它就是shower 加上bath tub 即是可以浸浴的 這個洗手間 現在展示了上面的房間 就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下面的legal suite 加上下面的laundry room 我們回到樓下 經過這條 hallway 如果它這個邊不是做玻璃 其實你可能會覺得有點壓迫 但它很聰明用了這個玻璃 你會感覺到旁邊的空間 但其實是安全的 當然 所以整個感覺 你不會覺得 壓著你 是舒服的 好 我們現在下去看看 那個legal suite 這邊剛才是正門 這邊就是legal suite 說到legal suite 之前 它有所有安全系統 你可以配合一間保安公司 就可以用它的系統 燈仔 它也會用這些 比較高智能的燈仔 所以我們可以進來這邊 其實這邊 就是通常你會進入的入口 因為這裏是家庭 這個家庭 它有一個double side by side的家庭 你平時一定會 大多數都會拍完車 在這裏進入家 你從家裡回來 如果你覺得你的衣服 外套 髒 你馬上扔進去 就不用弄髒家庭 它有一個top of the line的 Washer Dryer 旁邊有個星盤 有什麼需要就在這裏洗 有組櫃 你可以放一些洗衣紙 乾衣紙 那些 這個Shower 就是剛才我說的 是for guest room 如果有需要 真的有客人住在那間房 它就可以用這個位置去洗澡 其實是細心的 剛才我一開始看 我就在想 為什麼它要放這個 好像有點無聊 但其實是很有用的 地上有個位置給你洗澡 也有這個powder room 它也有一個大的countertop 不是像別人的小小間的 整個主人如果在這裏住 就是用完這些地方 這一邊就是legal suite 可以出租或者給家人住 因為它有所有廚房 洗衣機乾衣機 那些設備 那這裏呢 這邊就是一個廳 這個就是一個open kitchen 所以如果是你出租給一兩個人 就非常好 因為它的位置都放在角落 那你煮東西吃 在這裏 它有爐 七樓煙機 雪櫃 那它的washer dryer 就會在這裏 放在這裏 當然這個是legal suite 它用的application 一定不會太高級 總之它全身 用得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full bath 就會有shower 所以你會看到明顯地 它用料 這邊是沒有那邊那麼漂亮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suit的 但是都可以 拆牙洗澡去廁所 那它的房間 就會在這裏 因為它是legal suite 它現在的temperature 都是自己控制的 不會影響到旁邊 也有個alarm system 那這個房間 就會在這裏 它也是有窗 它是沒有衣櫃 你自己加組櫃 因為它這個房間 我覺得不小 我覺得算是闊落的 你擺一張 可能是queen size queen size 或是double 那你旁邊就有很多位 再擺櫃 因為它這個suit 就會有separate entrance 它的separate entrance 就會在這裏 這裏就是 跟屋的旁邊的門 它就可以在這裏 回家了 整間屋就介紹完了 現在可以總括一下資料 這間屋大概是3000呎 地上有6000呎 它現在開賣價是249萬8 它每年的地稅大約是3600元左右 這裏其實之前有介紹過 它是East Richmond這邊 即是靠近東一點和北一點 所以它的地位 就比住在西邊那些 我個人來說比較方便 因為近highway 你出去Oak Street Bridge 或者Night Street Bridge 或者出highway 去Surry 也好 Latner也好 它全部都在附近 所以你一旅行 可能駕駛幾分鐘的車 就會出到這些highway 去其他市場 instead of 你住在西邊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那邊比較安靜 因為沒有那麼多飛機 但是這邊確實是方便很多 就算你駕駛去Richmond Center 來走Westminster那邊 可能是10分鐘 如果你去中國人摩那邊 即是大家認識的 香港制中心 Parker Place 都是5至10分鐘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區 是很方便的 而且如果你要小學 其實它只是Walking Distance 5分鐘 就去到那個Catchman School 所以我覺得這邊配套非常完善 如果你要吃飯 都不一定要去Richmond Center 或者香港仔中心那邊 因為附近的mall 有日本餐廳 有越南菜 有Shopper's Rock Mark 你可以買一些日常用品 這邊所以我覺得是挺好住的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次介紹這個全新的獨立屋 如果喜歡 按個Like 有甚麼問題可以留言給我 最重要是Subscribe我的Channel 按個小鈴鐺 我之後拍一些片 你們就會看到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謝謝 謝謝